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宣布了 他说通膨将很快的到来 而且最初的地区将是沙漠地区的中东 很可能再次出现 不叫阿拉伯之春 叫做阿拉伯的动荡 目前为止 MF也认为最糟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出现 明年全球的经济三分之一会陷入萎缩 但是我们刚刚所前面提到的 中东北非地区 这些不产粮食 或者沙漠地区出现旱灾的地方 他们的粮食通膨将会造成 新的政治动荡已经开始出现 而这次出现也跟当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最像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突尼西亚 突尼西亚的通膨率已经连续上升 最新数字来到了9.1% 创下了30年代的新高 最近几周因为食物价格飙升 食物短缺 那么这个北非国家已经开始了抗争 它可能又再次进入了政治的动荡